为了帮助弱势学童有更完善的学习资源 微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捐赠200组台灯 易住花莲施工所实物银行 希望让小朋友可以放心读书 也希望照亮他们的未来 为了帮助弱势学童 有更完善的学习资源 微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在日前由经理陈嘉辉 及资深管理员黄国磷 代表捐赠200组台灯 易住花莲施工所实物银行 而市长维嘉燕 除了亲自到场代表授证 也颁发感谢壮 今天也非常谢谢我们微钢公司 特别捐赠了我们实物银行 花莲施工所实物银行 200盏的一个台灯 那我想这个台灯 是今年微钢出的一个新的产品 那也希望借此在地震受损 有财务受损的 那家中有一些台灯有受损的 都可以来到实物银行做一个申请 那也要特别谢谢微钢公司 那一直对花莲非常的照顾 那我们也希望说未来有公司行号 或者是社团等等的一个部分 要捐赠物品的都可以跟花莲施工所 设劳客以及实物银行这边做联络 陈嘉惠表示微钢科技今年新推出的LED台灯产品 在收纳及节能的表现上更加进步 除了有触控式的三段调色外 更有楼光护盐的技术保护使用者的视力 希望这些台灯不仅可以让家中设备 不够完善的小朋友能够放心读书 更期盼能照亮他们的未来 记者徐立琴花莲市报道